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慢点 朱长 怎么办 这样 咱们兵分两路 练习李然这边 安全跟我这边 注意安全 好 李然走 走 走 再坚持一下 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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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处长 这哪边啊 这边 给你搜索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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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修一下 继续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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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人 来 坐下 歇会儿 累坏了 吃点干凉 来 叶木师长 累不累 要不咱们在这歇会儿吧 不用了 叶木师长 这回啊 多亏了你敏锐的洞察 要不然孔凡夫妇就潜传在延安了 这个是干我们这行必备的素质 那倒是 不过我还是要说 在延安没有人能比得过 宜然同志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夸奖 不过这会儿还是抓紧时间搜查 是 你等着吧 我就给你弄点水去 你别走 你别离开我 我能咽得下去的 你跟着我说苦吗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对不起啊 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 你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爱我 都是因为你爱我 你受委屈了 你不死什么人 你不死什么人 大娘 我们是八路军 路过这儿淘完水喝 这是您的家吗 是 我们去八路军 甘泉办事处 哦 甘泉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就走对了 这是一条小道 前面的路很难走 又把我跟你们带带路 那离甘泉还有多远啊 大娘有六十多里 那你们节晚不走的话 我跟你们搞点吃的啊 不用了大娘 不用了 大娘 大娘 知道你是派途 你贴不了我 快 快 快 走 处长 听声音是在那边啊 快 孔帆 走 快 快走 孔帆 咱们投降吧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投降和不投降有什么区别 我不想看你拿的枪 对着自己的战友 我不管他是谁 谁也不能让咱们分开 主长 在上面呢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孔帆 你冷静点 你不去你自己想 你要去想一想啊 替他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 孔帆 我劝你出来投降吧 我来 一盼头凶杀 我崩了 孔帆 我是周静 你听我说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出来投降 孔帆 我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我现在进来 我现在进来 要不你开枪打死我 要不然 你就当面跟我说清楚 孔帆 肯定是谁 也不定是谁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为什么你要叛变投敌 我告诉你 轮不到你教训我 要是没有 你早就哼是慌你了 当年我恐犯 为革命杀敌流血 你不是不知道 我身上的伤 所以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背叛革命 为什么要崇拜自己的同志 为什么你变得贪生霸死 怕死 我怕死 我怕死 我就不参加革命了 有的时候 死 是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死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我现在就不站在你面前了 你知道吗 我背不离我 鬼子对我用尽了所有的故事 我哼都没哼 可是 可是 可是这帮畜生 他们竟然要带着我的鸟 带着我的鸟 放着笑语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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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让我把他送到鸟心 送到鸟心 直到为安妇 他就不是 他就不离我 他就会 他就把他送到鸟心 他就给他送到鸟心 我 我 我 真的要送到鸟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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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她要当初生,她要当着你的面,逗她你爱的女人。 你告诉我,你会怎么样?你说呀? 说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没法回答我!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爱你,你不懂! 这一切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 我告诉你用的怎么样? 你会放过我们吗? 你不会的! 你照样会拿枪直揍我的头! 因为,因为我是叛徒! 我是你们最毒恨,最毒恨的半徒! 我知道,不管因为什么,我现在都是人民的罪人了! 我不求组织上对我有什么宽大! 我也没有连绵去见那些我朝夕相处的同志! 我求你干的! 我求你干的以前咱们的情分上,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呀! 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和萧莹没有任何关系! 我求你干的! 我求你干的以前我们的情意上! 替我照顾萧莹! 我求你干的! 你答应我!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好痛 對不起呀 英娜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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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帆,康帆,康帆 上诉,是我全部的供死 我剩下的请求是,唯有一丝 谢罪于主,谢罪于人 你所供述的,我们会逐一何长 至于你后面的请求,你我是不能决定的 我们会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剩下的请求 秦云兄,安葬一下我的丈夫 好,先把他带进来 是 周叔长 我想听听你的感受 如果是你在那种处境下 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我想 不管怎样,一个战士都绝不能选择背叛 也是啊 你这句话,说得还真像个男人 作为女人,你怎么看 我会像萧音一样 安葬自己的丈夫 嗯 这也还像个女人说的话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本来就是女人呢 难道你看我不像女人呢 你 说不好 这 这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见是 第一 允许她安葬自己的丈夫 第二呢 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 萧音跟她的丈夫还是有区别的 应该给出路 送她到山北工学学习吧 嗯 怎么样 二位 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磨合的怎么样啊 还凑合 还凑合 行就行 什么叫还凑合 凑合就是还行嘛 燕西董事 你呢 报告首长 也还算凑合吧 也还算凑合 哎呀 周金啊 看来这问题在你这 哎 他不是也说还凑合吗 那怎么问题在我这 老首长 说句心里话 通过这次破获孔凡夫妇的这个案件 我们俩磨合的确实还凑合 怎么样 扶 扶 对对对 好 好 去吧 是 是 走 哎呀 能凑合就好啊 杨夕董事 没看出来啊 你还有这本事啊 当着面就能打小报告 我那算是打小报告吗 那不算是吗 还凑合 一听就是不凑合 好像我周今又欺负你了似的 就算是我打小报告 那也比某些人暗地里使坏 让人难堪 那得强得多吧 暗地里使坏 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可是后来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那天夜里边查铺子事是吧 哎呀 我不都帮你解围了吗 燕西同志 不能瞎猜意 咱就说张晓阳同志吧 那是个好战士 对吧 年轻战士嘛 谁还不做个噩梦啊 是 这做梦是无可非议 可是这梦 你梦得太巧了点了 吹灯不到二十分钟 他就做噩梦 这怎么着 这怎么着也说不过去 啊 不到不到二十分钟是吧 是有点快了点 不过我跟你说啊 真有这种人 躺到床上就能睡着 睡着了就能做噩梦 我知道初亮 这事跟你没关系 对 可是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一个字帮张晓阳说话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他 张晓阳同志是好同志 他不会干这种 是 我知道 我也知道 这张晓阳 做噩梦的事 绝对不是处长你指使的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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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您的学生练得多认真 是 你们不知道 是 我的这个学生啊 为了跟我来延安访问 是 连学业都终止了 是个热血青年呐 是 真是好样的 是 现在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好青年 都聚到延安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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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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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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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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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快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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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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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學生有兩下子 年輕人吧好運 我也沒想到他還有這首歌 哈哈哈哈 好多年沒見了 好多年沒見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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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不是 你们特不对的吗 不是 我是随教组访问团来的 我叫陈斌 你好 我叫李满屯 教授访问团 对 你球打不错啊 谢谢 来 大叔 好 帮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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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斗 今天那小子是哪单位的 哪个小子 他就打球打挺好的呀 对啊 你不是跟他搭过枪吗 他是哪呢 他叫 什么呢 叫陈斌 是那个教授访问团的隋缘 早了处长 怎么着 做处长 球打输了 心情不好吧 哎呀 哪叫输啊 那个是半路杀出来一个什么 成什么成什么 陈晓金 对他半路杀出来一陈晓金来 要没他 我跟你讲 今天特务队输草了 哎 你知道那个半路杀出来的陈晓金 他是谁吗 我知道了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他是访问团隋缘 是平智利教授的私人助手 清探吗 到 周所长 呦 不好意思啊 这框着法国 是 你找我 你把教授访问团成员的资料备找 我要看看 是 哎 你这是干嘛 那访问团 可是首长亲自请过来的 你不会 你不会觉得人家访问团有问题吧 哎呀 那人家打球打得太好了 得查查他从小是脑炼的 就是 去你的 不咧咧咧什么 我总是觉得这小子 哪儿不太对劲 哪儿不对劲啊 哪儿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 我跟你讲吧 下回咱在比赛的时候啊 你让他上咱们这队来 哎 我再发挥的好点 就兜对劲了 哈哈 你瞧瞧他 哎 啊 赶紧的啊 衣服穿上 不是 挺热的 这个 电牌准备 大吉 撤 那一夕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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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扛住 是拿左眼瞄右眼瞄? 右眼瞄 对 左眼地上 对对对 缺口准清描射物三点成一线 好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对好 对 瞄点前面 你可以打了 都打了 嗯 哇 好镇守啊 还不错 还不错 我能再打一枪吗? 可以 诶 你得上塔 这 现在可以打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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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到 没有 没有 很 周处长 这是教授黄文汤的资料 这些资料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那你先简单的跟我说说 陈斌 河南卫会人 现就读于南京 前往重庆的中央大学一年级 完了 就这么多了 那你去吧 是 杨夕同志 这个陈斌跟你还是校友呢 我跟你说话呢 怎么不理我 没有不理你 你是大处长 我怕到时候就惹你发脾气 我发脾气了吗 再说了 哪个首长不发脾气啊 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好的了 哪个首长有你那么大的脾气啊 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 再说了 人家李牧首长 我怎么没见他发过脾气呢 李牧首长 那是你不了解他 他脾气大了 我告诉你啊 从上海到江西 从江西到延安 这一路啊 我是被他骂过来的 这么说 你是在骂身中成才的了 依我看啊 你就是应该被首长 多骂上几句 我不跟你争论了 咱们谈正事啊 你必须得把态度给端正了 我们才谈正事 我端正态度 以后不再发脾气了 行吧 这还差不多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陈斌 我和他的确是校友 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你早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害得我让秦才们去找资料 我怎么没跟你说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 陈斌是平智利教授的私人助理 我跟你说 你说你知道了 那还让我说什么呀 你是跟我说话吗 我给忘了 对不起啊 我向你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以后啊 记住 不可以瞧不起我们女同志 又来了 好好好 处长 我来编宝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没看我们办个什么娱乐晚会什么的 人家单位都有 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的 你想办个晚会 不 我想办个交际舞会 怎么样 可以 那你张了吗 处长 我想就定在咱们编宝处自己的操场上 你觉得好吗 好啊 那这件事情就全权由你来负责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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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热闹啊 好好跳 是吧 是吧 客气啊 处长 不错啊 搞得还真有模有样的 对啊 你看 大家都蛮开心的 气氛还不错吧 嗯 有点意思 周处长 怎么样 我们俩 你来一起吧 我 请 我不行不行 哎哎 我给你找一个啊 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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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 哎 陪燕夫处长跳一个 来 上 起开吗 好 怎么样啊门头啊 啊 秦参蒙的舞跳得不错吧 真看不出 哈哈 哎 这这事不挺难学啊 这舞啊 反正你呀 是一时半会儿学慕会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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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请吧 谢谢 这处长 真没想到 舞跳得不错嘛 更谢谢 无师自通 我真不信呢 老实说更谢谢 跟你开个玩笑 有个美国人叫史莫特来 听着过 对 他好像是法文科福音报的记者 没人呢 工作了七个多月 原来你的舞是跟他学的 不仅我是跟他学 有几位中央署长 都是跟他学的 这样 那这个记者功劳可真不小啊 时间过得真快 一会儿路三十天了 这有点舍不得你们 舍不得延安了 是啊 我们也舍不得二位教授离开 难道就不能再多待几天 实不相瞒 如果我们现在再不返回西安 孔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 胡宗南将军的不满了 况且我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才是我们共同期盼的 平之丽教授 所言即是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没必要再在延安久留了 既然二位教授这么讲 那我们就不挽留了 你看这样吧 我去安排一下车辆 同志他们准备好了以后 你们明天早上一早起车 你看如何 那这听从主人的安排吧 龙教授 你看如何 磕随煮电 磕随煮电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早上一定起车 好 就这么定了 我去安排车辆 陈兵 陈兵 你看看有哪些收拾的 今天收拾好了 明天早上咱们起车 好 那个你们的行李 我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那你的呢 你的行李呢 老师 我想留下来 你想留下来 对 我想留下来参加革命 你参加革命 我不反对 但是你现在还在大学学习 你还没完成学业呢 你还没完成学业呢 二位老师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之所以跟你们来 在延安 就是想来参加革命 可是你让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 你父亲说你完成学业 然后出国深造 可是你现在要留在延安当革命 这我不能同意 你必须跟我回去 老师 如果你觉得不好跟我父亲交代 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宁可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也不会回去 老同学 陈彬彬不是孩子 他走什么样的路 应该当于自己教学 我没反着他留在延安脑革命 可是他还留完这学业呢 老师 可是我终止学业 就是为了参加革命 二位教授 明天一早的车准备好了 徐部长 这是我留在延安参加革命的申请书 明天一早的车准备